大家看这是我前段时间牵插的这个三角梅的枝条 现在呢它已经长了这个新芽新叶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的发根情况 将三角梅呢从盆里取出来 然后会发现呢它现在已经长了非常多的新根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条 这条的根呢长了就相对比较多比较长一点 那么如何能够让你的三角梅在牵插之后 成活率高而且更容易发新根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具体的操作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好半木质化甚至是木质化的枝条 将这枝条呢截取大概20到30公分的长度 将底部呢斜切45度增加它的这个八根面积 顶部呢大概留一到两对叶片就够了 然后我们准备好适量清水 在这个清水里面呢我们给它加上这个根瓜瓜这种生根剂 它里面成分主要是引朵钉酸和赖乙酸复配而成的 它的触根效果非常的好 基本上呢我们要想让植株既能发侧根又能发阻根呢 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引丁奈乙酸 使用方法呢很简单直接取一小勺这个引丁奈乙酸 然后放入到这个清水里面将它拌匀 拌匀之后呢将我们刚刚处理好的枝条啊放进去浸泡 再准备好一个花盆里面呢放上制食 制食的话呢它的发根效果比较好 而且干净没有病菌不容易滋生病害也可以减少这个黑服的情况出现 放好制食之后呢我们再将刚刚已经浸泡好生根剂的枝条啊取出来 大概呢给它浸泡一个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就够了 然后呢将它依次插入这个盆里面去 如果大家不想要用生根剂浸泡枝条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扦插之前呢在这个刮盆里面给它拌上一点这个生根剂跟刮刮 拌好之后呢再来扦插也有非常好的触根效果 然后我们准备好竹签将它插入盆里面用保鲜袋啊将它套住 套好之后呢封好孔 上方可以给它减两个小洞出来来增加啊里面的这个透气性 扦插好之后啊把它移到一个阴凉通风啊 有一点点散色光的地方或是光线明亮的地方都可以 经过后期一段时间的养护 它基本上就很快能够长新根了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